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来没见到讲过 所以我生活中真的很害怕与那些不熟的同事独处 因为根本没话说 就我们公司啊 效果文化在25楼 就两个人坐电梯 能跟他说的话 最多撑到2楼半 来了 来了 3楼 4楼 我先下了 所以我相信你们肯定跟我一样 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尴尬 你碰到这种同事 你就会主动绕开走 今天这首歌 讲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有的时候你为了走开他 你变得神经兮兮 他下班站了半个小时等他的车来 拎着雨一动不动员地等待 终于他上车离开 终于他上车离开便利店的门外 你才敢从便利店里面出来 今天你们在公司聊了个痛快 一见面嗨 嗨 拜拜 今天对他嗨了六次让你非常不嗨 你好庆幸 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呀 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 这就是你们的关系 总是相互回避 没有共同话题 昨天上班他走进你那部电梯 你赶紧逃出没有信号的手机 唯一一次你们相处没有压力 是上次拼车回家 全程十几公里 你总会想起那段开心的回忆 因为他一上车就睡了过去 他也很开心 我言成这样他都能信 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 因为迎面走来总得寒暄几句 偏偏每次你翻来覆去 只会问出那个明知不问的问题 嘿 老啊 上厕所啊 嘿 江河 你上厕所啊 You're David WCR 你上厕所吗 你上厕所吗 赶上高峰期啦 出来有点早啦 你上厕所吗 还得问几遍哪 怎么排队的人那么多 原来是我走错厕所啦 有时候你上完厕所 正准备离开 突然他打着电话 走了进来 四十分钟之后 终于听到他说拜拜 你想站起来 却站不起来 你总是尽可能会避和他的交谈 偏偏回家坐地铁赶上同一班 那天你交集脑子和他撩乱无战 哎 我到家了 下了 走了 等他离开回头再等下一班 这就是你和同事的关系 如果谁离了职还是会发条消息 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 以后没事一定和你常联系 本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直这样继续陌生下去 偏偏昨天却发生奇迹 你们变得亲密 有了共同话题 就因为你发了条朋友圈 却一不小心忘了把他屏蔽 突然他给你发了消息 说他特别赞同你 你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就因为你发了那条 我老板脑子真的有问题 你 好 谢谢 赵大宝加油 赵大宝 大家好 我是友诚 我上一次的开场白是 大家好 我终于站上这个舞台了 这次我开场白可能是 大家好 我终于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哎 不能说这个呀 孩子 就是连接点 我不知道 我挺紧张的 你知道 就是因为今天很多人提到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 想到都是朋友 同事之间的 其实我想聊一聊就是现在年轻人 尤其我们这种在外面上学打工的年轻人 和父母之间的联系 我真的反思自己 我跟家人联系太少了 我签这儿想补救 我又不敢意思直说 我就想了一个小办法 因为现在比如说网约车嘛 就有一些安全隐患 尤其我们这个行业下班都是十一二点了 然后我就想了个办法 我就绑定了个紧急联系人 我绑定了我的妈妈 然后我一上车以后 那个平台会发送两条短信 到我妈的手机里面 我妈当时半夜十二点了 收到短信 第一时间把电话打过来了 我当时特感动 我说这又是母爱啊 我妈真关心我 我妈的地狱话特别感人 大半夜的让让睡觉 都几点 你以后爱去哪儿 就去哪儿 这么大人了 不要老打扰我 你这个妈宝男夸挂了 妈宝男 是一个妈妈羞辱儿子的词嘛 然后我取消了我妈的电话 第二天换成了我爸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爸当时十二点多 电话一接 短信一接 电话也打过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爸鬼鬼祟祟的 十二点多 儿啊 大半夜的你也出去嗨了 钱够不够呀 我一听我爸问钱 是要给我打钱呀 我说钱不够了 我妈这个月没给我打钱呢 那就好 你妈呀也没给我打钱呢 我以为你妈生我气了呢 这样我先挂了啊 以后咱俩就少联系 因为你妈呀 怕我跟你学坏了 夸挂了 到底是谁跟谁学坏 我想还是更加少联系好 对不对 后来我昨天晚上打车的时候 我一上车 我另外一个手机响了 对 现在我的紧急联系人呢 是我另外一个手机号码 哇 那个行程信息 特别的人性化 亲爱的赵诚 您好 您的好友赵诚 正在现金发送行程信息 目前他已上车 我说 哇 他上车了吗 我坐车 我不知道吗 然后我今年疫情嘛 又过年不能回家 然后我就想办法跟家里 就是用微信嘛 然后跟家里人 微信拜年 拉了一个家族群 当时我爸拉我进群 一进那个群名 哇 我这群名很多人 起那种家族群 什么吉祥三宝 俗 快乐一家人 喽 我家 我姓赵 陪你闹 我说 还闹呢 我就觉得这个氛围很好 我觉得一定很活泼的氛围 然后我一进群 然后我妈在那刷屏 新人进群发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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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里二十多年了 还是一个新人 然后当时我说 我挺难受的 然后后来我说 我说爸 怎么回事还是新人啊 然后我爸赶紧找不吗 说哎呀 那孩子工作怎么样啊 快点家里人说一说啊 都很惦记你啊 然后我在想 我很想说 我在做脱口秀演员 但我确实在脱口秀 这方面我没有脸说 你知道 我想了半天 我说 我去年参加了一个节目 我说一个小节目 叫奇葩说 对 我们家族群里面 就像你们一样茫然 就感觉把你们的照片 发上去了 一排表情包 就说茫然 啊什么 我当然 我醒了 我说咱家里 这网不好 没看过奇葩说吗 我爸说 不是 就是没看过你啊 说实话 我确实成绩很不行 第一期就淘汰了 第一期淘汰了 但是说实话 刚播出那日挺火的 挺火的 有一天我一下地铁 一堆记者采访我 真的好几个记者围过来了 说你好 说能采访您一下吗 我看到我手里 还拿着奇葩说的logo 我说为什么 节目里不采访了 我跑地铁来采访了 我说为什么采访我呀 他说 我们是奇葩说节目组的 想就这个节目的变题啊 随机采访一位路人 我说路人 我是选手 那个记者 哎呀 你可真幽默 我说 我说我真的是选手 那记者 对对对 您是选手 我还马东呢 我就回答了马东老师的问题 那我以为这个事就结束了 这么荒谬的一件事 万万没想到 就在采访播出了 播出了 在哪播出 我在上海地铁滚动播放 滚动播放 我每天上班就坐那二号线 我看那个视频 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一人是分等级嘛 什么一线一人 二线一人 我 二号线一人 然后我就想到这儿 我就赶紧在群里回 我说我现在在上海做艺人 二号线艺人 然后群里就炸了 说有诚在上海地铁卖艺呢 还挺希望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二号线艺人赵乔鲜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庞博 聊孤独啊 好 我们把气氛 孤独一点 其实聊孤独 我觉得 嗯 想了很久这个主题 我觉得人 最大的孤独 其实就在于 周围人对你的不理解 给大家讲一个我 特别孤独的故事吧 我最开始刚刚做程序员的时候 刚刚工作嘛 其实上手特别慢 挫败感很强 当时我们整个组 解决bug的速度 还没有我一个人 制造bug的速度快 我在我们小组的代号就是bug 同时还安慰我 说你这个就是名字不吉利 你看你啊 伯哥 伯哥 bug 你说你是不是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 后来我们一度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任务 全都是谁啊 小张 你这个月就开发一点新的功能 小李呢 你把上个月庞博写的bug都修一修 小王你得帮助一下小李 他一个人冷得累死 然后庞博 哎 你把这两本书好好读一读 我当时就很难受嘛 我就是跟领导说 哎呀 我真的可以的啊 他说确实你可以 你可以停一停 你停一停也许我们就可以了 确实就是很难受 很挫败 我当时就觉得 自己的眼泪已经到太阳穴了 你知道吗 马上就要喷波而出了 我当时都怀疑 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不是就是因为 我脑袋里充满了泪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孤独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难过 我当时特别羡慕小朋友 你知道小朋友是可以 放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的 比如在火车上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不开心 他能哭得让整个车厢人都知道 甚至能带动车厢里 其他小朋友一起哭 整个车厢人越年轻 越热泪盈眶 但我不行 我不行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成年人是没有可以 一个放声大哭的地方的 我当时只能躲进 公司厕所的一个隔间里面 但是你知道公司的厕所 就是大家唯一能自由 享受快乐的一个小角落 我刚刚坐进我的隔间里 两边就传来 全军出击 你的牌打得也太好了 我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我就在那蹲着 然后这样 这样唾弃了一下 旁边的人还嘀咕 哎呀 一看就是年轻人啊 别难过 以后饮食均衡就好了 别人不理解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你 我就只能坐在那 坐在马桶上 我也不敢哭出声来 我就让我的眼泪这样 滴在我的腿上 这样 然后从厕所走出来之后 同事还问我说 你怎么回事 哎呀 我说没事 就是有点心情不好 没事的 什么没事 你上个厕所 你弄了一裤子 特别崩溃 当时 特别难过 我就整个情绪都很崩溃 回家路上我就想啊 我怎么样 我一定要发泄一下 我就走进了一家KTV 我就随便点了一首歌 我就开始唱 过了一会儿 一个服务员 小哥就走进来 打开门 我们四目相对 很尴尬 他说哥 没事就是 保安让我来看看 他说监控里 看着不太对劲 说 说开业好几年了 头回见到有人 唱个洗刷刷 唱得这么动真感情 他说哥 你别着急 我理解你 我也理解你 我也特别喜欢大张伟 你说他原来 多么朋克的一个人 现在就唱这种破歌 我听了我也难受 我都懂 我说不是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不懂 我是工作上不顺利 我工作上难受 他说哥 我懂 工作嘛 你看我每天在这工作 我就是 在这个KTV 我就看到大张伟 唱这些破歌 你说 你说我多难受 我懂你 我说兄弟 你不懂 你不懂 你只懂大张伟 这就是我 当时刚工作的时候 遇到bug的故事 然后现在 其实生活里面 还是会遇到bug 但是 其实我已经不会 因为生活里的bug 而崩溃了 因为之前遇到bug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 去解决嘛 现在好了 讲脱口秀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听 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给你们讲一下 关于孤独这个主题 我写的第一个段子吧 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孤独的动物 是什么吗 是龙利鱼 因为它是 龙利鱼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在想 对吧 你跟王建国学坏了 但是更懂行的朋友 会说 这其实是20年前 吴宗宪老师 就早就这么玩了 不过冷静一点的朋友 就会制止我们 这么个破玩意儿 你就不用用这么多喜剧理论 来回分析了 确实不用分析 但是龙利鱼就是 我写脱口秀时 写出来的bug 不过我说出来 我就不觉得孤独了 也不会因为一个bug 再弄一裤子了 谢谢大家 我是龙波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聊孤独啊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儿 就我小的时候其实家条件还可以 当时我们家呢 装了全市第一批坐机电话 就九几年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啊 我们家周围亲戚朋友就根本没有见过电话 哇 我们家人特别自豪 我天天在家拔完那个电话 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就实在不知道能打给谁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妈在广东做生意啊 经常给家里寄了一些那个新潮的东西 比如什么音响呀 随身听啊 有段时间呢还寄回来几罐咖啡 但那个咖啡寄回来了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喝 就在柜子里面放了一年多 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 我姥姥把那个咖啡拿出来 我姥姥自传人嘛 看着咖啡就说 那个咖啡都要过七楼 明天多给我喝咖啡 但是没有人愿意喝咖啡 你懂吧 然后我姥姥只能自己喝 从那天开始 每天早上 我姥姥会拿一个绿色的糖瓷碗 哇 充满满一碗咖啡啊 又苦又浓 抱着那个碗倒吸一口凉紧 你妈妈一天 买来这些东西浪费 一饮而尽啊 然后那段时间 我经常看到一些很诡异的画面 就是我姥姥坐在那 面前放了两根油条 喝一碗咖啡 你就看她满脸痛哭 把那个油条往咖啡里面撕啊 一边撕一边说 老天爷哦 那不让我受那个养嘴吗 我还劝她 我说你不喜欢喝咖啡 你就不要喝 亲戚朋友来给他们喝 你不懂 对我咖啡好鬼哦 给他们活都是浪费 你知道后来一段时间 我姥姥生病了 然后医生给她开了一些中药 我姥姥当时端着那个中药 还要尝一口 那种药味道还怪好 别的个咖啡好活动喽 两罐咖啡 我姥姥整整喝了一个多月 每天都非常痛苦 就这 她出去还要给别人炫耀 我女儿买了个咖啡 好哦 后来好有精神 干活好有理气 好 结果我妈一回家 看我姥姥天天给别人炫耀咖啡 我妈说 妈你这么喜欢喝咖啡 再给你寄几罐 不要喽不要喽浪费钱 我说 给你买啥都说浪费钱 最后还不是用得很开心 这个咖啡是真的不要喽 女儿哦 妈妈了一辈子吃了好多苦 都没有那个咖啡苦哦 我妈说你懂啥 人家外国人天天喝咖啡 我姥姥叫一我 问问啊 听到没得 好好学习 外国人为啥子 生活国里好 都是因为冷吃苦哦 我觉得我姥姥这个人 可能从来都没有感觉过 什么是孤独 因为他不管随时随地 也可以跟所有人聊天 因为有一次 我们坐出车的时候 我姥姥坐在前排 他就开始跟司机攀谈 他说 小伙子 你们这个工作好哦 司机说 还行 好 一年四季都可以吹空调 你知道很多老年人啊 到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然后特别希望儿女都回来陪陪自己 但我姥姥从来不 她特别喜欢到大城市来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我姥姥特别喜欢大城市的一切热闹的东西 但她有时候呢 对大城市的这些东西也不太理解 大家的生活方式她都想不太明白 就有一次在大街上她就问我 那么多人排队是龙傻 我说那星巴克 排队买咖啡呢 啊 红楼红楼 快走 你知道我姥姥到最后 她还在香港 我小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姥姥有一种很神奇的能力 她可以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 跟所有人交流 她刚到香港没有几天 她就知道了那个小区所有的八卦 每天在电梯里面跟我小姨八卦 说哎呀 谁家的女儿又离婚了 谁家的儿子又坐牢了 我小姨回家就跟她说 你在电梯里面那么多人说话 能不能不要那么大声 我姥姥说 喇啪啥他们又听不动 我姥姥在香港呢 还交了很多国外的好朋友 我记得她关系最好的是一个印尼老太太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 我看到桌子上有张照片 上面是四个老太太的合影 我姥姥还比了个耶 我一看照片后面写了一行字 她说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感叹号 这个是我姥姥写的 底下还有一行英文 I don't think so 我有时候就问她 我说你就是 你看别的老人 都喜欢在老家待着嘛 我说我姥姥也不在了 你一个人在香港 你不觉得寂寞吗 她说哎呦我在香港好开心哦 香港那么多老头 我说你每天生活也太开心了 你那生活就没有烦恼嘛 她说 呦每一次一回老家 她们都说过是个花桥 好烦哦 我觉得我姥姥在的地方呢 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是去年她去世了 享年91岁 就是我一直很想在脱口秀里面 讲讲我姥姥的故事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她是一个建筑工人 每次工地下雨的时候 她就在屋里面 跟她的工友们 讲故事说笑话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然后我姥姥会拿个帽子 挺晚了给钱 我觉得我姥姥 真的是中国初代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讲脱口秀 完全是因为我姥姥的遗传 她真的比我好笑太多了 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 我姥姥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 当她走了之后 我们都非常孤独 所以我想跟我姥姥说 我们都很想你 怨天堂里没有咖啡 谢谢阿伯 好 终于到我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对 我又来了 跟去年一样 我还是单身 就是我也单身太久了吧 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 对我的感情生活 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就是我真的是不懂 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男生 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 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 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 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喜欢你们喜欢到 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众多的你们当中 选出一个 我会想说 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你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你在这个台上 看到很多 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其中 没有任何一个想过 说我这个长相 要是上电视的话 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 过来 过来把头低了下来 我从小就很困惑 你知道吗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她学习成绩很好 她每次都能考85分以上 但是她就是不开心 她就想 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她就能考40分 但是她可开心了 你感觉她拥有全世界 她能拿着那张卷子 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在说 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 我是个傻子 还有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 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说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 大哥 所以你觉得 他当年之所以选择 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跟你在谈恋爱 我真是服了 就打了吗 又不是跟你谈 对 这么敏感 而且谈恋爱 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 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所以我就特别不认同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这句话 我觉得真爱就是没有距离 没法保持 你知道吗 就即便是交朋友 我们必须也得全身心地付出 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 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刻薄的话 是对谁吗 就是对我闺蜜的 男朋友的前女友 就是这个女人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恨她 就是我跟我闺蜜们去聚会 然后我就看见 她在刷一个女生的朋友圈 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这是谁呀 长得真好看 然后她说 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我立马就改口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说 我说 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不可能好 性格决定命运 她命好不了 她叫什么名字 听说好像叫瑶瑶 我说叫瑶瑶的 能有什么好人哪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 可是我女朋友就叫瑶瑶 我说那对不起了 那今天就必须得 牺牲你女朋友了 今天我们对瑶瑶 就是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女生 交起朋友来 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但是你们试过 和男生倾诉心事吗 我试过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 我失恋了 她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 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就觉得 她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她 我说 那你当朋友才跟你说的 我说 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你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这些男的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啊 特别自信 因为像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 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 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 朋友怎么开心 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 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特别重要 都是智里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 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啊 这个人只是单纯地 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 从我身上 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 你们就会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谢谢大家伙杨丽 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我是一个歌手 也是个演员 还是一个体面人 体面这首歌呢 是我为 《前任三 再见前任》 这个电影里面的 女主角林佳 所写的 我觉得 林佳这个角色 和这个电影里面的 男主角孟云 他俩就是 特别可惜 特别可惜的一对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两个 死要面子 活受罪 为了面子 不沟通 最后导致的分手 本来这两个人 是应该抱在一起 过一辈子的 结果呢 两人抱了面子 过了一辈子 我跟林佳 就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呢 非常爱吃芒果 我对芒果不过敏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 我在爱情方面 其实没那么爱面子 我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人 我喜欢一个人 就会很主动地去追 我会尽量去多制造一些 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机会 给他一点主动权嘛 但是没有追到呢 也没关系 因为天空没有留下过我的痕迹 但我追过 我觉得爱一个人很难 难在哪呢 难在沟通 《前任三》里面的故事 就非常非常的 具有代表性 我不知道大家 很多 我观察很多情侣 都会因为一些 特别小的事情而吵架 最后导致 两个人分手了 然后两个人就归咎于 大家性格不合 但其实每一个小事 他们都没沟通好 堆积起来 最后导致一根稻草 压死了一个骆驼 然后还要怪这只骆驼 你怎么这么经不起考验 我就不会跟我的骆驼不沟通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很久之前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有骆驼啊 我就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一周至少得 起码得见五天吧 算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关系 然后对方就说不行 我就只能见三天 我这还得工作呢 我不能天天把这心思都放在谈情说爱上面 然后我就说不行 至少得五天 然后他说最多就三天 最后我俩讨论了两天 没谈拢 分手了 你看这种沟通其实就很有效 这样的分手 这样的分手 才是真正的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 就很体面嘛 当然我也有非常不体面的时候 就我小时候谈恋爱的时候 我可能就哭嘛 我哭啊 我闹啊 我拼命给他打电话啊 但那个时候 我其实我就一个目的 我就是想证明他错了 那个时候 我的心态就不是复合 而是复盘 爱一个人很难 还难在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跟你一模一样 完全什么事情都跟你同步的 这样的一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有一方先去付出的 先去让步的 女生 咱们别老抱怨男生 我们一生病了 他们就让我们多喝热水 咱想想咱自己有的时候 对方生病了不舒服了 我们连热水都没让人家喝 所以我觉得咱们就都公平点 咱以后都别喝热水了 感情就是这样 我觉得在一起 就要体面 我们在演艺圈里面 爱一个人就更难了 经常一周有五天都不在一起 剩下两天还得坐飞机见面 一遇到天气不好了 就会很受挫折 感觉即使两个人再相爱 但这段感情上天都不同意 而且即使在一个城市里面 也不一定都在一个戏上 往往就是我在这个戏里面 跟这个人谈恋爱 他在那个戏里面 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 真到我们俩该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怎么还没戏里面谈恋爱 谈恋爱甜蜜 好想回去工作 爱一个人非常非常难 所以前任三拍了三部 当然我那部成绩还可以 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 就是希望这个电影呢 就别再拍下一集了 就要不然就把前任三的经典 给超越了也行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 深爱了多年 又何必毁了经典 行了 歌我就不唱了 再唱就真的毁经典了 谢谢大家 我是余温温 大家好 我是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乌兰这个三我是真的要不起 爱一个人好难 我觉得今天我最有资格讲 因为我就没出过对象 好多人都不相信 说你在车间上班 一千多个老爷们 你都找不着对象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虽然是我们车间唯一的女生 但我们车间唯一一个 做了韩式半永久闻媒的人 不是我 这哥们太精致了 真的 他每次见到我都趾高气昂的 还教育我 女人嘛 长得漂亮 不如活得漂亮 我这些年最稳定的一段感情 就是追星 这比恋爱潇洒多了我觉得 因为这段感情 完全不需要对方参与 但是大家跟恋爱比起来 对追星还是有偏见 就我每次去看演唱会 如果告诉周围的人 我去见男朋友 大家还会鼓励我 一滴恋就要多沟通 你要是跟他们说去追星 好多人就开始酸了 哎呀 真有钱呀 有钱没出花 是不是 每次遇到这种人 我还要很耐心地跟他们解释 很非常耐心 对呀 有钱 羡慕吗 我觉得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周围的人不是总说嘛 一个人谈了恋爱以后 智商就为负 追星压力会很小 大家最多说我脑残 我是一个独立追星人 我的主要活动就是独自去看演唱会 有一次我刚买完那个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 我买了一个山顶票 然后我晚上就梦到他们五个人 站在我面前就说了四个字 到前面来 我醒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山顶票卖了 买了一张钱牌票 我还安慰自己 我还安慰自己 钱没了 钱没了可以再赚嘛 他们想见我 可是见一面少一面了 真的 那次演唱会啊下大雨 我站在那里看演唱会 感觉都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 我就是在看一个水木电影 一群人穿个雨衣 站在雨里摇着荧光棒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交警来查酒驾了 然后散场以后大家那个劲过不去 摇着荧光棒挤在地铁里还在场 终点站到了 我们就开始哭 啊 世界真的有终点 太难受了 周围的乘客都懵了 还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 我还得解释 嗯 没有 就是看了一场55度的农香型演唱会 后劲太大了 有点上头 但其实追星和恋爱一样 我也特别希望自己这段感情 得到父母的支持 所以我每次看演唱会 就会给我妈发语音 妈 你听 多少听 我以为我妈能听到那个唱歌啊 要么就是现场那个氛围 其实我妈只能听到 我自己一个人的尖叫 啊 我死了 啊 命给你 我妈每次都以为我被绑架了 而且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太难了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反对这段感情 演唱会的票你买不到 追星的价你请不到 买周边的钱你又挣不到 像我这种又穷又丑 还对他们死缠烂打的女孩 这些男明星的妈妈 能不能出来说句公道话 拿了这500万 不要再纠缠我儿子了 而且追星 你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 偶像走什么路线 什么定位 新作品 怎么搞宣发 怎么维权 真的 我自从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跟我们车间主任说话 都非常有底气 我说领导 我作为我们车间上升期的小花 资源也太差了 和我一起来的同事 没有插车证 也有电工证 我什么都没有 还有啊 不要再让我去参加 车间的相亲活动了 我 赵技术员 只想踏踏实实搞技术 请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 多关注我的作品 更难的是 你跟粉丝们 喜欢同样一群人 但是你们的想法 可能会有差异 就有一次我去看演唱会 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刚一坐在那 就开始补妆 还问我 你说阿信 会不会喜欢 我的口红色号呀 我说姐 咱俩今天是全场 倒数第二拍 咱俩在他眼里 就是两个马赛克 演唱会开始以后 气氛特别嗨 又跳又蹦什么的 但是我那天有点不舒服 我跳了一会儿 我想我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刚坐下来 他就喊我 站起来 阿信让你坐下了吗 我说姐呀 那上面是个舞台 又不是个讲台 那阿信又不是 我高中班主任 会跟我说 你们在下面干什么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倒数第二拍 那个小慧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 你跟不上节奏 明明知道 今天有演唱会 昨天为什么不遇系 演唱会 还会说一些 很煽情的话嘛 然后阿信就在台上 特别温柔地说 大人的世界其实很好 你会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巴拉巴拉的 我都快哭了 旁边那个女生 跟我说 卡拉到吧 我都快三十了 还没谈过恋爱呢 你有男朋友吗 我情绪整个 都被他打乱了 我说你别说话了 阿信让你交头接耳了嘛 我觉得吧 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不难 就是太费钱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吧 我是卡姆 对 我是卡姆 送给大家一场 边哭边笑的演出 好吧 我的燃点真的太低了 大家都知道 我的燃点太低 经常无缘无故自然 小学生老师说 今天下午咱们准备大操除 大家准备好了吗 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我说准备好了 我准备得太好了 我今天带了个小红桶子 和一个灰抹布 今天要把这堵枪一顿爆擦 擦了它纵光瓦亮 我要把这堵枪 拿涂盖一点 把这堵枪重新粉刷一遍 我要把这堵枪擦 这三堵枪都不是这堵枪 我要把这堵枪擦 所有人一看 以为在大脑空白了 我要把这堵枪 老师开始劝我了 他们后掌后掌 你负责的区域 其实是黑板这 我要把这个黑板一顿爆擦 擦了它无其骂黑 黑的你们 谁也看不到黑板上写的字 因为它黑的已经超过了黑洞 洗了包里所有的光 洗了包里什么都看不见 刚才那种大白墙 你也看不见 还以为停了电 每天上个开着灯 成了充分又必要条件 这叫燃 刚才谁说 今年的演员太荡了什么呢 这叫燃 我就是这样不由分说 就开始燃 上台两分钟 我就燃成这样 不由分说还开始说唱了 太过分了我自己 真的太过分了 我从小就这样 不管什么大事小事 坏事好事小事 我好像说两遍小事了 反正所有事情我都会这样 就是我成年以后 第一次学抽烟 有一哥们从家里 偷了两条烟 给我们三个人抽 拿着来说谁敢抽 我说 呦这不是燕毛的老朋友 老伙计 来让我把你点上 今天不用比了 今天不用比了 不用比了 没有人比我更燃 这句话题就是为我设计的 我这是你 今天我一定要拿爆梗王 我今天一定了 因为这个座位太吸引我了 你不知道这座位有多吸引我 我每次节目就在台阶上面 看着这个宝座 然后在想 这是什么感觉 要是坐一坐的 我太想坐这了 我太想坐这了 最近这些经常得爆梗王的人 坐那时候总是那种 那种装作一脸不在乎的感觉 知道吗 对 尤其是这个张博洋 就这个 就这个人 每一期都是这样 像什么单总说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爆梗王 张博洋 登上我们的冠军宝座上 张博洋 我爱他们 我可以走了吗 太气人了 我想说这个是冠军宝座 要是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珍惜死这样的机会 要是给我来一遍 给我来一个 让我们有请今天爆梗王 卡姆登上我们的冠军宝座 这个宝座太舒服了 这个宝座其实自己带一种按摩功能 不过是精神上的 让我充满了脱口秀的权利和荣耀 我在这个宝座上面拍一个 这个宝座就叫脱口秀权利的游戏 这个宝座真的太舒服了 所以我一定要赢 所以我一定要赢 太精彩了 我要一屁股坐在这再也不起来 今天节目录制完了 大家都散了 我还在那儿坐着 我做到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我要办个赞助证直接住那儿 我太燃了 我太自信了 每期节目上来采访总是要问我 预测一下自己的排名 第一 你就能源可以和你相提并论 抓别林 我赢定了 我赢定了 不用再比了 不用再比了 赢定了 我不仅要拿这一期的暴梗王 这一季脱口秀大会的脱口秀大王 我也拿定了 我要把那个大王一顿暴当 当着他乌漆马黑 正光瓦亮 我都已经写好我总冠军赛 拿第一名的获奖感养了 大家念一下 Yo 大家好吗 我是卡姆 又一次的我获得了第一名 像是我上一期节目预测的那样 感谢效果化 传媒有限公司对我的支持 上次我要求加薪失败 这次我希望公司分配我51%的股权 我估计又要失败 那我希望公司听了上一句 不要跟我解约就可以了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 从相声和综艺节目的专业角度 评判我的脱口秀 放眼全国 有谁比你们更适合呢 这是一段讽刺 但我没组织好语 反正大概就那意思 感谢各位脱口秀同僚对我的支持 以下针对当中几位脱口秀演员的 深刻挖苦和辛辣讽刺 Rock 你的身材很好 你还有马甲线 但是你为什么总是用马甲 紧紧地裹着你的马甲线 给他们 是怕你的马甲线着凉吗 想当大王 还得看事业线 祝你下一期节目足够幸运 把腿摔断直接获得大王 斯文 少说点你和陈璐的家长里短 说不定今天就是你站到这理念 提前获奖赶养了 对陈璐好点 虽然他没我幽默 但是他是你的老公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提一下我 可能是刷存在感吧 总之一定要坚持下去 维持住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 陈璐 借你赶紧离婚 建国 你朋友对你说你今天好刚啊 你说好刚用在刀刃上 建国 你拉低了幽默的门槛 简称优看 黄博 我是大王 谢谢 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开心 特别好 特别开心啊 大家好 我叫豆豆啊 今年23岁了 你问我们不打豆豆了 以前也没有想要打 挺好的 我叫豆豆 今年23岁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 说豆豆啊 你才23岁 你的抬头纹怎么这么深啊 是这样 大家小时候做过 眼保健操吗 对 你们会做眼保健操 对不对 对 我们老师很奇怪 他不教我们怎么做 他默认每一个刚上 小学的小学生 就已经会做眼保健操了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 眼保健操的那个广播的时候 我整个人懵掉了 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第一节 揉天鹰穴 天鹰穴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就问我的同志 我说 王山 天鹰穴在哪儿 他说 你管它呢 你揉啊 所以你们的抬头纹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啊 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对 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种长一辈的老年人啊 他们说话带有很多的 那种迷惑性 对吧 会夹杂的一些传说色彩 我的外婆就是这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家以前 小时候用了 甚至那种老师的吊灯 那个吊灯是用那个拉线开关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的外婆从哪儿听说的 她说 这个拉线开关 你不要轻易地去拉 为什么 因为你在拉动 拉线开关的那一瞬间 所产生的电费 可以供这盏灯 使用一个月 所以当时在我们家 只有我的外婆 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去拉动这盏灯的拉线开关 我们家其他人 就在这个灯下面围成一个圈 看我的外婆拉这盏灯 像一个非常神秘的仪式 真的 我觉得我的外婆 都不像我的外婆 但像一个女神一样 手里有光 你知道吗 我们家手里说 冰箱也很有意思 外婆会在冰箱的门上 贴一张纸 这张纸上会写着 冰箱的每一层 都放着什么东西 便于大家快速地找到 因为当时 还有一个多数传说 我也不知道 她从哪儿听的 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打开 冰箱门的那一瞬间 所产生的电费 可以供这台冰箱 使用两个月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多了一个月 废话冰箱里有灯啊 人家这个开爽太了 但是最好的开 所以外婆每一次 开冰箱之前 家里只有外婆 可以开冰箱啊 外婆每一次 开冰箱之前 都会在家里 先走一圈 问一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东西 告诉我一起拿出来 然后她会让我 穿一个她的围裙 很大 站在那个冰箱的门口 准备兜住 她要甩出来的东西 她还会问我 你准备好了吗 我说yes 然后她就把冰箱门打开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钟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 冰箱里面是烫的 你知道吗 我外婆还会给我传递很多 奇奇怪怪的那种冷知识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但是乍一听 都还觉得挺有道理的 比如说 她小时候 她会给我穿很大的衣服 三年级就给我穿 六年级的校服 她说你这样 你到了六年级 你还可以接着穿啊 所以我小时候 就像一个说唱歌手一样 穿着那种 oversize的校服 把你 真的 那个校服真的很大 小学六年 很少有同学 见过我的手掌什么样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知道 那些说唱歌手 为什么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手势 对吧 真的唱着唱着 突然走到那面前 哎呦 你那小的全都看不见 就是为了让你看 她手掌什么样 对不对 对 她还会用一些 明艳俗语来教育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比如说 小孩撒谎烂嘴角 对吧 小孩撒谎烂嘴角 她就是为了警示 我不要撒谎嘛 但是你们仔细去想 就烂嘴角这个说法 没有什么杀伤力 对不对 我笼共就两个嘴角 我每天撒这么多谎 都不够我烂呢 你知道吗 真的 再说了烂嘴角 这个上火嘛 对不对 来一瓶宝宝爱喝的小葵花露 不就行了吗 对吧 一天一瓶刚刚好 宝宝去火 没烦恼 这就是人生日子 我们接着往下 好不好 外婆不让我丢垃圾 真的不让我丢垃圾 我们家最干净的就是垃圾桶 我每次刚想丢一个什么东西 刚走到垃圾桶面前 外婆就会瞪着我 你干什么 有用的呀 真的 所以我每次只好把垃圾 装到书包袋里 带到学校里去丢 比赛垃圾分离还要严格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婆的概念里面 几乎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用的 而且她的一样东西 简直就是欲罢不能 缩垃圾 你们家老年人会不会这样 就是一个不常用的东西 要用塑料袋给它包起来 哪怕是不常用的塑料袋 她也要用一个大塑料袋 给它包起来 对吧 而且 我们家的塑料袋 多到什么程度 就是塑料袋在她概念里面 就是万能的 对吧 我的外婆用她种花 养鱼 养头发的时候套头上 洗完澡的时候套脚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洗完澡的时候 你把塑料袋套在脚上 这样你穿秋裤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顺滑一点 我们家塑料袋多到什么程度 我就这样跟你们说 假如有一天 这个世界上禁止生产塑料袋 我都很难想象 我的外婆会变得多有钱 外婆现在年纪大了 她也自己也经常会被忽悠 经常会被忽悠去排队 真的老年人特别喜欢排队 你们有没有发现 真的 街上有队伍就去排 有队伍就去排 我外婆也是 有时候她都不知道 前面是在卖什么东西 她就去排队 上一次也是排了半天 终于排到她了 小伙子 多少钱一斤啊 阿姨我们这里是瘦楼布 瘦楼布啊 瘦楼布多少钱一斤啊 不 阿姨我们 我们瘦楼布 我们是卖房子的 我们这个地段呢 大概是六万八一瓶 我去这么贵啊 不要了 等一下 我排了这么半天 你们送不送什么小礼物了 送来带有没有 我现在发现我外婆 有个特别奇怪的习惯 就她会相信那个公众号 给她推送了一些 所谓的科学养生的一些知识 我的外婆现在 特别喜欢拍打自己 真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 路上的老年人对着你 对 我的外婆也是 真的 然后我就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她就特别喜欢 拍打自己喜欢撞树 她好像特别享受自己身上 坠肉发出声音 知道吗 对 但是我观察了很久 我发现她其实并不是 单纯的拍打自己 她拍打自己是成一套 肢体语言体系的 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如果你看见一个老年人 一个老太太 对着你拍打自己的正面部分 说明她对你是 抱有一定戒备心理的 如果你看见她开始拍打自己的侧面 说明她已经放下了戒备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见她开始拍打自己的背部 说明她已经敞开了心扉 你们可以唠一些家常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外婆啊 她这些年一直单身 所以她没事的时候 就会去公园里撩一些老大爷 你知道吗 一般都是这样的 哎呀 老张啊 今天来得蛮早的嘛 哎呀 老张啊 早饭没有吃吧 我给你买了油条豆浆哦 你真好 哎 老张啊 明天早上有空不了 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买菜啊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我约了杨老太婆一起去跳舞 老张啊 杨老太婆这个人不怎么样的啊 老张那个油条豆浆一共3块5 你微信还是支付宝 哎 老张你吃完那个塑料袋不要丢啊 谢谢大家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皮球 感觉讲不好就要回去做运营工作了 今天的主题是被骗了 就是我是真的被骗了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俄罗斯旅游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旅游跟团 所以心理准备严重不足 我们这个团第一次在机场集合的时候 我和我老婆当时就傻眼了 这个团20多个人 除了我们俩以外 最年轻的是一个6岁的小姑娘 第二年轻的是这个小姑娘的奶奶 我说很奇怪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老婆说 我也很奇怪 没说老年团啊 就把海报找出来一看 确实是没有老年团三个字 但是有一行小字 今秋九月出国玩 不给儿女添麻烦 而且从一个细节 你能看出我们这个团的年代感 我们领队开始收护照的时候 有几位老奶奶 那是拿开旅行包取出小胯包 拿开小块包取出塑料袋 解开塑料袋是手帕包裹者的包裹 解开这个包裹里面是他的护照 我一看 太牛了 这看没到俄罗斯 就开始玩俄罗斯套娃 那我为什么跟团呢 确实是语言不通 可以这么说 整个团 我的俄语最差 即便是那些老年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也是学过很多 简单实用的俄语的 比如说你好啊 谢谢啊 实在喝不了了 饶命啊大哥 那么 我们团呢 有一位老奶奶 他后面还跟一位俄罗斯大爷聊天 那大爷问他 我说他说啥呢 老奶奶就翻译 他问有没有老村长久 纯粮亮照 真采实料 我也听这么大爷的话 有品位 还很懂客户 然后我们这个飞机呢 十个小时以后 到了俄罗斯 我们这个团 是由中国的领队 和本地的导游 共同带领的 这个导游是中俄混血 他都不用告诉我 他的家世 我都知道 他混的是中国哪的血 因为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 前面干啥呢 我在飞机上 酝酿了十个小时的抑郁风情 被他一句话给我全毁了 哎 马大哥 赞颂彼得宝 赞颂彼得宝大教堂 那真是 嗷嗷嗷嗷的 看东北话学 确实是不咋地的 他好笑 然后导游很快就让我们 领略到了他俄罗斯的一面 因为大巴行进过程当中 他突然站了起来 咱们这趟行程啊 还有很多自费的项目 因为考虑到 大家以后也不会来俄罗斯了 所以我就替你们做主 都给你们抱上了 有谁不去的吗 不去的举个手 谁敢举手 都去哈 好 现在大家把钱准备一下 一般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期盼 有一个勇敢者 站起来反对他 那天能指望的 也就只有我了 也不是说我有多勇敢 确实是因为 车在行径当中 那些老年人 他站不起来 但是我也并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我觉得 这个钱应该花 这个钱花得值 你想啊 花了这个钱以后 命就保住了 是不是很值得 然后导游不仅有俄罗斯人的标悍 还有咱们中国人的不见外 有一天在大巴上面 导游就说了 下一个景点是列宾美术学院 说实话 也没啥好看的 你们就别下去了 听我给你们讲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 大家看窗外 这个是莫斯科国立大学 都看到了吧 看到了哈 好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所以我在俄罗斯 我就特别羡慕别的团 别的团是上车就睡觉 下车就拍照 我们是上车就睡觉 下车 你别想下车 有一天是这么度过的 早上九点钟 然后我们上大巴 三个多小时以后 来到一个景点 景点待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然后我们由原路返回 回到了酒店 然后导游说 今天我们一共参观了 十一个景点 其他十个我都不敢说是参观 纯粹就是路过呀 而且我觉得这个思路真的很牛 而且没有必要到了俄罗斯 再这样 我们在过去的飞机上 就可以开始 大家透过窗户往下看 下面是本次行程的第一站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一共有28个景点 现在大家一眼就可以全部看完了 当然这趟行程呢 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俄罗斯 还是咱们中国的团 因为我们去参观一座教堂 教堂外面有很多鸽子 导游就说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鸽子呢 他本来是想说 因为那谁谁谁需要鸽子 传递他的祝福 但是我们一位中国老太太 因为营养价值高啊 进了教堂以后 里面有一幅画 画上是耶稣和他的妈妈 圣母玛利亚 导游就说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还是刚才那位老太太 宋子观音 都说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想说的是 世界这么大 抱团的时候多看看 谢谢大家 我是皮球